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先掉了整个屋顶 孩子们惊恐的大叫起来 龙卷风发生12小时前 队长正在医院化疗 化老老病有刚巧也在 他叙叙道的询问队长 是否因化疗身体不适 情绪失控 是否将病情告诉了队员 觉得队长此刻 一定在抱怨老天 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 队长悠悠的说 在双子塔倒塌时 我已经问过自己了 并有得知 911恐怖袭击时 队长在现场执行任务 由衷称赞他是英雄 队长却说 真正的英雄 那天没能走出来 听吧 并有意味深长的说 就我看来 你也没能走出来 国内要去圣经研渡班 要丈夫跟自己一同前去 但贾德在亲眼目睹队友们 被大伙无情吞噬后 已对上帝死了心 米歇尔将阿里斯失踪的 新线索告诉了妈妈 妈妈觉得 她一直纠缠在此事上 已完全失去了自我 劝她将寻找妹妹的事 交给警察处理 米歇尔心情复杂的 统统离开了家 晚餐时 队长因话聊 一点食欲也没有 谎称自己也吃过汉堡了 儿子TK 据好奇的问 他在哪吃的汉堡 贾德知道队长要露馅 赶紧为他打了掩护 嘴声 外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老夫人开顺风车 刚送走一对起腻的男女 就听到广播中 龙卷风的警报 发现龙卷风就在眼前 当即猛打方向盘 向后方开去 突然一块广告牌砸下来 挡住了去路 瞬间凶旺的龙卷风 打着旋从他头顶掠过 他生死历劫 大叫起来 之后他拨打了911急救热线 刚刚我沿着布拉索斯街开车 现在可能我已不在街上了 126救援队 在破败不堪的街上 缓慢前行 队员们个个睁大双眼 搜寻了路标 终于队长发现了 散落在地的路标 随即发现了 卡在两座小楼之间 倒置的救车 诶哥不禁感叹 不仅是伟大 这造型太难拿了 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因为轿车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且道路太窄 云梯车根本开不进来 队长的营救计划是 让队员从屋顶下去 降到车的所在高度 同时叫一辆轿车来增援 稳住车身 说完便拍娜娜 保罗与小马 系上安全绳爬上了房顶 让贾德去取气垫 但轿车还困在城的那一头 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到现场 于是队长决定不再等掉车 下令开始施救 上到房顶后 娜娜让保罗与小马固定着安全绳 自己也带着安全绳 沿着墙面下到了车身高度 伸手免急的跳入车内 老夫人的身体状况还好 只是稍一移动 车子就会跟着下移 队长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要求立即将老夫人拉住车子 但安全绳好像被卡住了 只能实施第二套救援方案 跳气垫 娜娜告诉老夫人 抱住双臂 听到指令后往下跳 当队长发出跳的指令后 娜娜莽然敲退车子的天窗 老夫人虽然抱住双臂 却也安全落在了气垫上 而后娜娜也跟着跳了下去 见她平安着陆 TK等人连忙将气垫拖走 眨眼功夫 车子也摔在了地上 大家不禁一阵后怕 真是太惊险了 格雷接到一女孩打来的电话 我男朋友被困在枪柜里 哭得像个婴儿 实际上他活该 龙卷风来袭时 他跑进枪柜留我在外面等死 枪柜是男孩父母的 只有二老知道密码 可现在联系不上他父母 若不快点打开枪柜 男孩会因氧气耗尽窒息 格雷按照一般人设置密码的习惯 让女孩尝试输入1234-0000 或者门牌号的密码 女孩却说已经事变了 于是格雷又让他设了男孩 接男孩父母的生日 可惜也不是 机智的格雷 建议女孩去书桌周围寻找线索 但女孩只发现 一堆有德州大学橄榄球队签名的橄榄球 得知橄榄球身的签名 是万斯后 他让女孩输入2005 枪块居然打开了 女孩接到窗户节说 格雷小小得意的说 万斯在2005年 带领德克萨斯大学赢得了全美冠军 最后不忘提醒女孩 找个新男朋友吧 女孩小声表示了感谢 准劲911接到了雷的求助电话 126居然对迅速赶赴现场 看到雷 贾德想帮他检查一下身体 却被雷一把推开 放开我 我的孩子还在里面 我哪儿也不去 同事父亲 队长理解雷此刻的心情 向他了解情况后 队长告诉雷 房子很不稳定 在发现声明迹象前 我不能派任何人进去 一旦发现 我们会立刻进去 说完队长分配队员们 准备救援工具 并布置传感器 为了让雷安心 队长让雷戴上传感器的耳机 大声呼喊孩子的名字 第一次没有回应 雷急哭了 第二次 他惊喜万分的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尽管房屋有二次塌陷的风险 队长还是毫不犹豫 将TK的头盔戴在他自己头上 代替儿子爬进了坍塌的房屋 边爬边喊着遇难孩子的名字 TK与雷目不转睛的盯着队长 头盔上传来的图像 TK听到父亲在大口喘气 急得也要钻进房子 却被贾德拦了下来 队长终于来到了浴室门前 发现两个孩子 安然无恙的躲在浴缸中 看到这一幕 雷破提微笑 队长掩护着孩子们向前行走 房子突然出现了二次踏方 那一刻 大家的心都揪在了一起 TK焦急的呼喊着父亲 直到再次听到父亲抱皮安的声音 才松了一口气 孩子们出来了 雷将两个宝贝紧紧揽着怀中 TK也紧紧抱着父亲 确认孩子们平安无事后 雷突然贪软在地 米歇尔跑过去掀开他的上衣 不禁惊呼一声 雷的胸腹全是顿挫伤 脾脏肾全部破裂 脉搏微弱 瞳孔风大 心脏复苏无效后 雷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若早点对他施救 他应该能活下来 但他为了救孩子舍弃了自己 看到这一幕 队员们心里难过极了 队长发现 回到消防站 小马仍旧满眼很累 坐在他身边 帮他一起擦拭头盔 欲众心诚的开讨他 有时人很渺小 什么都控制不了 这样自责 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贾德勋队长 将癌症的事告诉TK 队长说 自己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贾德心直口快的说 刚才雷肯定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队长点头答应告诉TK 可见到TK后 他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贾德前往教堂找格雷 告诉他 以后自己买周日 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之后两人一起打扫起教堂 TK发现了父亲 放在办公桌中的指出药 见此情景 队长只好坦白了患癌一事 随后解释道 我不告诉你诊断结果 不是因为觉得你脆弱 而是因为我不够坚强 我害怕看到你眼中的悲痛和恐惧 那样就真的无可挽回了 TK经手辅在父亲肩膀 坚定的说 不会 因为我坚信你一定能战胜癌症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说吧 父子俩深情相忧 妈妈将米歇尔叫回家 指着窗外爱丽丝居住的小魔窝说 风把院子里其他东西吹得乱七八糟 只有小魔窝温瑟而不动 也许那是有原因的 而后两人整理了爱丽丝的物品 在相册中意外发现了一张 爱丽丝坐在蓝色皮卡上的照片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